感谢主今天我们要分享这段圣经 特别是跟犹太人的福音有关的 因为整个罗马书在讲什么 整个罗马书的主题就是提到什么是福音 这个是很简单的问题 却是不简单的问题 因为今天很多人所谓信基督教 其实他不知道在信什么 尤其你们进信会 你们是比较不环保的 如果是长老会 圣公会点水 很省水的 你们这边缺水 进信会有一大瓷子的水 所以进信会就下水捞起来 跟捞一个馄饨倒个饺子一样 教会里面进信会 不是只有进信会 所有教会里面很多受过喜的非基督徒 受过喜的非基督徒 他受过喜不知道什么叫福音 糊涂的 他只是受过喜 我岳父已经过世了 岳父他在1944年抗战快结束的时候 奉派到美国 他们是入军官校的 然后做翻译官 学英文 然后到美国步兵学校受训 全部不到几十个人 四五十个 七八十个人全部去了 然后结束的时候全部受喜 我岳父有一张受喜证书 是一个神父签名的 可是我岳父就是受过喜的 非基督徒 后来因为我岳母的缘故 重新回教会 最后我岳母过世前一天 我岳母最后的遗言 就当着她的面 当着牧师的面 那问我的岳父 你当着牧师的面 我问你 你承认你有罪吗 岳父知道岳母要走了 泪流满面 我跟我岳父在一起几十年 我大概没有跟他讲过几句话 他从来不讲话的 那天泪流满面点着头 然后岳母再问一句 你愿意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 带领你的一生直到结束吗 我岳父点头 然后我岳母当着牧师的面说 牧师带我的丈夫做绝世祷告 那是他受洗后大概五十年 我们教会里面可能有很多人 你不知道什么叫福音 那整个罗马书在讲 这个什么叫福音 福音是什么 简单说起来最主要的特质 整个罗马书在讲的就是 耶稣基督成为替代性的赎罪祭 这是所有的宗教当中 基督教独一无二的 佛教是自作自受 佛主不替你赎罪 你的前世 他们将一轮回 前世带来的罪孽 叫做耶 印度文教的卡玛 跟着你一生 所以你生来 是带着前世的罪孽而生的 死后这个债也没还清楚 就带着你的卡玛 带着你的耶进入下一代 生生世世 没有人替你赎罪 穆斯林 伊斯兰教没有赎罪祭 所以没有得救确具 全世界只有一个宗教 提到替代性的赎罪祭 耶稣替我成为赎罪祭 所以我可以因着信 祂是我的救赎主 被神算作是义 叫因信称义 这是叫做福音 当然我们等一下会谈到 这段经文也提到的 这一个事情 这个因信称义的信的 另外一面是包括什么 然后接下来就讨论到问题 整个福音是对着犹太人 跟全世界所有的人 那其中到第九章开始 就提到犹太人了 这些亚伯拉罕的子孙 他们结局会如何 就是罗马书九章到十一章 因为很多犹太人认为 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我受了割离 我当然属于天国子民的一部分 保罗在整个罗马书的争论 不是因为血统 不是因为你受过割离 除非你相信耶稣 就是你的赎罪祭 即使你是犹太人 你也未必能得救 所以这是整个第九章到第十一章 我们今天讲的第十章 就是中间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 这一段其实就是讲到 犹太人得救的问题 可是让他的应用 不仅仅是犹太人 可是第十章开始的时候 如果你有圣经 打开你的圣经 因为第十章一开头是说什么 保罗这样说 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 向神所求的 就是以色列人的得救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 但不是按着真知识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 想要立自己的义 就不服神的义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什么意思 当你不相信 因信耶稣是赎罪祭 那你怎么称义 犹太人认为 我守律法 守规条 可是你把以色列人 这几个字换一个字 你就列人看 完全一样 什么意思 我心里所愿 我希望神所求的 就是要穆斯林得救 我可以证明 他们向神有热心 但不是按着真知识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 想要立自己的义 就不服神的义 你认识穆斯林吗 你知道看电视上知道 穆斯林对阿拉的敬畏 比基督徒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想立自己的义 所以他们每天祷告五次 所有的规条都守了 可是他们没有十字架 没有耶稣为属这几 他要立自己的义 就否定神所立为义的 这个规则 神的义就是说 你按照人的行为 你做得再好 你仍然不能得救 所以穆斯林是没有得救确据的 他们只能寄望于 阿拉的慈悲 阿拉的怜悯 或许有可能 大概我会上去 这是我问吉隆坡最大的清真寺 那清真寺有五万人 排名第二第三的 他说伊曼 就是伊玛牧 教掌 就等于我们的牧师 或者天主教的主教一样 他是传道部部长 负责所有去清真寺去访问的人 还要跟他传道 我就跟他说 我没有跟他说我是基督徒 我没有跟他说我是牧师 我说对伊斯坦教我略有所知 你别跟我传教 我问你问题就好了 你会上天堂吗 他就笑一笑 你既然对我们伊斯坦教略有所知 你就知道我的答案是什么 阿拉慈悲 我这么努力 这么虔诚 不然我怎么会做 马来西亚最大的清真寺的 第二号第三号的伊玛牧呢 可是你知道 我们做得再好 离上帝的要求 阿拉的要求还差很远 所以阿拉慈悲 我相信 我非常可能或许会上去 这是他们的标准答案 不相信 你去问你的同事 如果是牧师律 你去问他 你会上天堂吗 那个偷偷抽烟喝酒的 不要问了 有那个非常虔诚的 你会上天堂吗 我告诉你 他的答案就是 阿拉慈悲 或许我有点希望 大概可能 阿拉看我虽然不够差很远 不过阿拉看我蛮努力的 说行啊行啊上来吧 就跟李连英 仔细态我说 小李子啊 上来吧 一个板凳 就这样子 他们相信阿拉的慈悲 想要立自己的意 所以他永远没有确定 他可以得救 这是今天穆斯林的问题 也是保罗在说 以色列人的问题 他不符神所立的这种 因性称义的道理 你就只能立自己的意 可是自己的意 永远是遥遥无期的 所以这个是整个的开始 第一节到第四节 然后第五节开始呢 就是后面的第九节开始 保罗在谈这个问题了 那我们刚刚已经念过经文了 我再让你看一下 因为我highlight一下 他说 你的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生意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你注意到了 为什么有蓝色跟红色的 蓝色跟红色的是 蓝色都是一样的意思 红色是一样的意思 你就发现 前面是口里认耶稣为主 最后结束 也是口里承认 中间的第二是什么 第二就是心里相信 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 第三个是什么 心里相信 这叫什么 这好像三名字一样 ABBA 这种的表达方式是一种 我们英文称它为 Casdom 这个是一个希腊文 Casdom Casdom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一个包夹式的 ABBA 好像一个箭头 因为这个Casdom 这个希腊文的 有点像英文的K K不是有个箭头吗 那Cas这个其实希腊文是一个X 一个交叉 也是有个箭头 ABBA通常是凸显中间的那个部分 那下面是第一口里承认 第二心里相信 第三口里相信 第四口里承认 所以因此凸显的是心里相信 心里相信 你真的心里相信就必得救 可是问题是 你心里相信跟口里承认 心口如一吗 大部分人心口不如一的 开玩笑的时候 尤其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心口如一的很少 很少见的 这是怪胎啊 所以心里相信 很多在教会里面也是 你信吧我信我信 然后每天礼拜天都看不到 大统华就看到他了 他说他心里信 人心隔肚皮啊 你心里信的外面看不见啊 何况有的人肚皮又特别厚 所以心里相信 说的是很简单 你真的信吗 如果你真的信 口里又认耶稣基督为主 你就能得救 可是我就说 连口里认耶稣为主 也不容易 在罗马帝国的时代 如果他是主 凯撒就不是主 为什么基督教在头三百人受惊逼迫 就为了这件事情 凯撒是主吗 还是耶稣是主啊 所以在那个时候 罗马帝国的时代 认耶稣为主 那不容易 因为那个主 那个Lord 这个字 用在耶稣基督身上 在旧约中有的时候这个Lord这个字 主这个字呢 阿多乃 是普通的称呼的主 阿多乃 他们不敢称耶和华的名 亚未 这个字不敢说 因此换一个字 阿多乃 这个阿多乃可以指普通的主 但老婆称老公也叫阿多乃 可到后来的时候 这个主是指耶和华神的问题 所以这个主的意思是 他是万王之王万祖之主 所以在今天的问题 最不容易称耶稣为主的 我告诉你 就在中国大陆 我们总有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 你来了家族 随便你说 你在中国你试试看 尤其现在 我刚从韩国回来 我们在训练一批中国大陆的牧师 他们都是牧者 中国大陆 你知道出了什么事吗 现在政府要求 所有的政府官员 国营事业的员工 甚至连大学生 要签一个誓约 承认共产党是主 你签吗 所以在中国大陆 你说我拒签 你的前途就有问题了 甚至无穷无尽的 后面的事情就来了 你在中国大陆 今天你要称耶稣为主 是不容易的 耶稣也说了 你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你说我签共产党是主 同时我心里又等耶稣为主 耶稣说 你只能有一个主 你不能有两个主 所以在中国大陆 不容易 我们需要为中国大陆的 信徒们祷告 为中国大陆的教会的领袖们 祷告 现在连大学生都要签四约了 我不知道要不要中学 小学一直往下 大学生要签四约 不管你入党不入党 就是要签 那请问你签吗 所以在中国 口里称基督为主 连这个都是一个蛮大的试探 不容易 不容易 不是一个简单 我们在海外 你嘴巴说说 你心里信不信也另外一回事 嘴巴说说也很容易说 可是你要知道 在那种的context 在那种氛围之下 在初期教会的时代 在今天的中国 都是不容易的 你从心里相信 到口里承认 就必得救 可是那有个代价 那第二段就提到说 他说 哪个人未曾信他 只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 怎么信他呢 没有传道了 怎么听见的 如果没有奉差遣 又怎么传道呢 就一个一个一个这样传下来了 然后说 传福音报喜 信者能较宗何等的加美 那先谈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就是说 他整个次序 这样sequent 其实他要凸显的是 最后的那一个奉差遣 因为 本来的次序应该是 被差遣了 差遣人去传道 有人传道 就有人听了 有人听了就信了 信了以后 他才会求告主名 但他道过来讲 没有信 他怎么会求告主名 或者说 没有信 他怎么会称耶稣为主 可是他没有听到 他怎么信呢 那没有人传 他怎么听呢 那传道的人 没有奉差遣呢 当然 奉差遣是整个的首要性 可是奉差遣的是谁呢 那很多人认为 奉差遣就是牧师 传道 英文说得很有意思 很传神 我们传道人是站着的 大家都是躺着的 英文 平信徒 我们叫平信徒 表示你是平的 英文是lay man lay就躺下来嘛 所以你们已经很客气 坐得好好的听了 别睡着睡着 都躺下去了 那只有牧师是传道人 是站着讲 你们是坐着听的 所以中文说得很有意思 你们是坐礼拜 请问中文坐礼拜 这坐怎么写啊 坐下来就坐 工作就坐 礼拜怎么坐的 很多都是坐着礼拜嘛 就坐礼拜 我们是站着讲道 你们是坐着礼拜 所以谁奉差遣呢 我们想想的是 去非洲宣教的是奉差遣的 牧师被差遣的 我们其他的人都没有被差遣 约翰福音20章 耶稣复活显现 向门徒显现的时候 他先说了一句话 愿你们平安 其实原文只有一句话 一个字 Shalom 平安 我们中文是 愿你们平安 其实就是平安 一个字 就是犹太人问候的话 这句话一定要学会 Shalom 但不是Shalom Shalom是拜拜 Shalom Shalom 就是耶路撒冷的Shalom 叫Shalom Solomon 索罗门的那个字 就是Shalom 他是平安之王 连穆斯林问候的是 他们叫Shalom Shalom是阿拉伯语的Shalom 阿拉伯人 穆斯林问他也是平安的 Shalom 穆斯林 他们叫Muslim 后面也是Shalom 理论上是平安的人 所以穆斯林大部分是 不是恐怖分子 虽然大部分恐怖分子 都是穆斯林 这个逻辑上没有矛盾 所以理论上穆斯林是 和平的人 只是恐怖分子 大部分是穆斯林 也没有错 Islam 伊斯兰教 那个Shalom 又是Shalom 这个宗教 应该是和平的宗教 愿你们平安 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 二十章二十一节 他吹了一口气 父怎么猜浅我 我也怎么样猜浅你们 你们受圣灵 吹一口气 因为那个气 在希腊文叫做Neuma 圣灵的灵 那个字也是Neuma 所以他吹一口气 也可以说吹一口灵 你们受圣灵 如果到原文的话 耶稣就吹了一口Neuma 说你们接受Neuma 就这个意思 他说 父怎么猜浅我 耶稣道成六神 我正要猜浅你们 耶稣猜浅谁呢 十一个门徒 因为犹大卖主 只剩十一个 那只有猜浅使徒吗 只有猜浅牧师和宣教士吗 还是十一个使徒 代表是所有 耶稣基督的门徒呢 这是约翰福音的大使命 父怎么猜浅我 我也猜浅你们 严格说起来 每一个人都是有猜浅 只是很多基督徒不知道 他也被猜浅 他以为牧师被猜浅 我聘一个传道人来 就是聘他来替我办事 替我讲道 替我探访 然后人家厕所的马桶 我们不偷 牧师啊 那个马桶漏水两个礼拜了 意思就是 牧师 修马桶 所以牧师啊 哎呀 不是人干的 连马桶都得修 他说 你每天在教会 你干什么呢 修修马桶嘛 信徒都是被拆遣的 那只是说 我也没读过神学 我被拆遣 那被拆遣要去传道咯 传道有各种方法 一种用讲的 一种用生活行为 也是一种传道 你说我被拆到哪里去 你被拆到你的公司里去 那个单位就是你一个基督徒 你就代表基督 你是耶稣基督的使者 派到你的家族里去 你的家族里没有信主的 你就是传福音的管道 所以我们是被拆遣的 不一定借着你说什么 有时候你会说出一套道理 有些人说不出来 但是你的生活行为本身这个见证 就是一篇信息 就在传道 以前我在波斯坦教会的时候 有一对年轻的夫妇 从中国大陆来的 那个姐妹的爸爸是在东北 一个大学当教授 他教生物学的 这个夫妇两个当然信主 很希望这个 弟兄希望他的岳父信主 这个姐妹希望他爸爸信主 可是爸爸是教生物的 专教达尔文的 第一次来 我讲了几个月讲不通 但爸爸说我是教达尔文的 如果基督教是对的 圣经是对的 那人是被造的 那我说达尔文就完了 我饭碗都咋了 不信 隔了几年生往二了 外公又要来了 看这个孙子 所以这个夫妇就来找我 说庄牧师 用什么办法 对付这个达尔文主义者 让他信耶稣 我说达尔文主义者 达尔文跟加尔文差不多的 都是麻烦的 我说这个东西可以讨论 但是要带他信主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先祷告吧 下礼拜姐妹来了 好高兴哦 庄牧师 你猜怎么了 我怎么了 我爸一下被鸡说 他要受洗了 为什么要受洗 他女儿也怪 爸 谁给你传教了 你要受洗 谁给你传了 没有 但怎么能要受洗了 我见到活雷锋了 台湾来 你不知道什么叫活了雷锋 东北大陆 大家人人都知道雷锋吧 不过年轻的 你可能要读历史 才知道什么叫雷锋 哎呦 五零年代 据说有一个人叫雷锋 我的天 好得要命 所以后来大陆学乖了 做好事要写日记写下来 不然谁都不知道你多好人 哇 雷锋是 哎呦 热心哦 爱人哦 帮助人哦 哇 共产党就把它列为 这个人民的典范 他说碰到活雷锋了 你不知道活雷锋 跟信耶稣什么关系啊 原来这个老爸呢 从北京转飞机过来 到洛杉矶就在你们这儿 然后要转国内线到Boston 那入境的时候 总统原因 可能飞机晚了一点点 或者过境 验护照麻烦 拿行李麻烦 总而言之最后 行李拿出来了 进了机场大厅 要从国际线转国内线 你们都在L.A.就知道 哎呦 洛杉矶的这个航站 是天下最复杂的 七个国内航站 还有一个国际的 对不对 这一位老教授 是学俄语的 他英文是文盲 他不懂英文 他一出来 他送给外孙很多东西 站在大厅 满头大汗 到哪儿去啊 国内线航班是知道 哪一个航站 他不知道 就写在那儿也看不懂 他不懂英文的 就站在大厅 泪流满 泪 汗流满面 来了一个老美 May I help you 他听不懂 他知道那个要帮忙 二话不说 鸡票拿过去 你自己看 老美一拿 四十五分钟 那你知道坐过飞机的 如果你不知道 我先告诉你 三十分钟前 boarding pass拿到 check-in行李 三十分钟之内没有 你就别登机了 剩十五分钟 换国内线 到哪个航站 不知道 这个老美呢 LA的人 显然是 他坐国际航班来 不会在国际航站嘛 他一看 都知道事情严重了 二话不说 就把他的行李车推过来 就推着往外跑了 一直说过来过来过来 那老先生想 拿我的行李车干什么呀 就跟着后面跑 一出去 这个老美呢 大概叫太太 她已经打过电话 太太在门口 车子开来了 老孩子也在 嗨 daddy 下车 下车 我送老先生去 赶飞机去了 全部赶下车 行李车上去 然后二话不说 反正都不能讲话 二话 一话都别说 上上上 老先生上车了 一开 他熟门熟路 一转过弯 下个航站 就是国内行 他知道哪个航站 一下车 马上 curb check-in 对不对 路边就check-in 他check-in 他要付小费 这个老教授 美金都还没还 老美就替他付了 check-in boarding pass拿到 OK 行李check-in boarding pass有了 结束了 要登机门 登机门怎么去 那怎么进啊 那老美是没票的嘛 对不对 没事 他叫了一个轮椅来了 轮椅来了 那轮椅来了 老先生想 他刚退休 六十出头 没老到坐轮椅吧 他讲不通啊 他不会讲英文的嘛 那老美就这样 坐 他就 只好坐了 然后 那老美就这样 手一挥 就是拜拜 他车子开车走了 所以老美姓啥叫啥 不知道 他住哪 不是知道 连泻都不知道怎么泻 Thank you 这个英文也不会讲 就走了 那老美就开车走了 然后这个 老教授就坐轮椅 那个小伙子 推着轮椅 用跑的 因为你知道坐飞机 登机时间 起飞时间前十分钟 机门会关的 如果你起飞前五分钟到 你不能上飞机 你不能上飞机 十分钟 然后那个小伙子呢 推着跑 为什么呢 LA的那个航站 那个gate 也真是够远的 然后就用跑的 老先生坐在轮椅上 还好有轮椅 不然我要跑 这样跑 而且转哪里 反正文盲看不懂 对不对 然后转来转 跑跑跑 到了gate 整整十分钟 到了 轮椅也要小费的 那老美也付了 他一进去 飞机服务员 基本就关起来了 他一坐下去 今天碰到活雷锋了 那个人姓啥教 啥也不怕 连谢都来不及谢 这种人 无缘无故的爱 只有基督徒 可以这样做的 他就一口认定 那个人是基督徒 我们只好笑纳了 你说又是吧 谁晓得 他是不是基督徒啊 他认为 那个人是基督徒 他坐在椅子上 就说 我下飞机 就要去受洗了 管他怎么 打尔文不打尔文 他信啥我就信啥 东北人就信啥啥 他信啥我就信啥 下飞机 刚刚女儿说 要受洗了 当然在我们 Bostern 我的教会 你要受洗 那你可得坚持下去了 我们可得上课 还上两门课了 基督徒信仰班三个半月 再来个受洗班三个半月 搞得七个月的 他只有六个月的签证 没关系 我们补课 每个礼拜 没缺过一次课 六个礼拜 六个月以后 我们在一个祷告会 亲自给他施洗 第二天就要走了 他受洗了 我想假定了 那个美国的 真的是个信主的弟兄 我相信他绝对不会想到 他只是做了一件 帮助人的事 就让一个顽固的 打尔文主义者的教授 就信主了 这不叫传道 是什么呀 所以 那个老美一句话都没说 可是他在传道 他是把 耶稣基督的生命 就直接用这样的一个 爱心的帮助 就活出来了 请问 这你能做 我能做吗 这应该还行吧 所以耶稣说 你拿一杯水 给小子当中 最微不知道的人当中 一杯水 你就是坐在我身上 耶稣这样说的 所以 我们都奉差遣 我们都可以 也应该 把基督的生命 借着你的生活活出来 所以不是只有 牧师传道宣教师 叫被差遣的 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差遣 所以 借着我们的生命的见证 也叫做 传福音 来传道 然后就有人信 他就会称耶稣基督为主 当然 传福音报喜信的人 脚踪是加美的 但是这是一面 同时 传道者的脚踪 也是心酸的 很有挫折感 有时候很无奈 有时候很艰难 有时候是充满危险的 甚至 要命的都会有 二十世纪 所有的 在各国的宣教室当中 殉难的人数 比之前 一千九百人 加起来还多 你说今天没有殉道吗 我告诉你 会有的 每个时候 都有一些人殉道 所以 传福音的脚踪 一方面是加美的 我知道在永恒中 好像今天斯班所唱的诗歌 那是一个天成 玫瑰花是不会泄的 但在人间 有可能我是短命的 有可能我要付出代价的 我们在韩国听到一个 韩国宣教师 他在西藏地区待了十二年 现在因为情势比较紧张 他被赶出来 他不能待在那里了 所以他在韩国 做一个教会的牧师 他是做一些爱情关怀的工作 当然也跟一些人传福音 他们甚至成立一个西藏人的教会 不多 成立一个教会了 是西藏人的 不是汉人的 他在那边做很多慈善的工作 帮助的工作 后来这个消息传到达赖喇嘛那里去了 达赖喇嘛透过他身边的一个高级喇嘛 亲自到那个藏区送给他一个礼物 那个礼物没什么 我们现在看起来就好像一个 你知道那种中国节 用丝带这样绑的 那个节是达赖喇嘛亲手知的一个节 那个的意义是达赖赖给他 这个是给西藏人 就是你是一个韩国人 但你是西藏人 所以西藏人只要看到这个 这是达赖的 好像看到高级的喇嘛一样 那种感觉 达赖喇嘛支一个这个给你 是他随身带的一个东西 他给我们看 很不起眼的东西 可是上面有个符号 大概那个符号是代表达赖喇嘛 我也不懂 所以表示说他的爱心关怀 连达赖喇嘛都认可 可是他讲到这十几年当中 那种辛苦啊 那种地方真的是 生活是艰难的 可他坚持了十二年 以至于这个风声 都传到达赖那里去了 达赖就透过他身边的人 送给他一个这个 所以需要为宣教师祷告 因为不管你认识不认识的 他们的路上 一方面在神面前是有祝福的 可是在人间 他可能是心酸的 是有挫折感的 无奈的 艰难的 甚至有性命的危险 他们是需要我们带到的 接下来十八节还开始说 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 他们听见了 因为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 他们的言语传到地底 这是来自于诗篇 十九篇的 然后我再说 以色联不知道吗 先有摩西说 这是生命记的话 摩西说什么 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 惹动你们的愤怒 我用那无知的民 触动你们的怒气 这是生命记 摩西在晚年结束的时候 他警告这些以色列百姓 你们将来有人 一定会背弃这位耶和华神 你们去拜巴黎 去拜偶像 那我告诉你 耶和华会怎么管教你们 他会用无知的 或者说不成子民 就是非以色列民族 不是亚伯拉罕子孙的人 他们却蒙福 你们却遭祸 用这么来触动你 在生命记里面 摩西说的话 然后又用了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里面说 没有寻找我的 我叫他们遇见 没有访问我的 我向他们显现 意思是说 恩典从犹太人 以色列人当中传到外邦 外邦的蒙恩 反而以色列人好像失落了 虽然是如此 耶和华说 我仍然整天伸手呼召 那悖逆顶嘴的百姓 神没有放弃以色列人 虽然很多以色列人 抗拒 抗拒神 他的意思在这里 那换句话说 保罗在这里 引用三处旧约的圣经 因为保罗讲道的时候 在那个时代 新约圣经 还并没有像我们现在 已经写成了 可以传颂 所以他写给 罗马的教会的时候 他引用旧约圣经 那其实前面两个 特别是诗篇跟生命纪 他强调的是什么呢 诗篇说 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 言语传到地极 这个天下和地极 就远超过以色列人 和犹太人的边缘 到外面去了 就是万国万族万民 然后生命纪所说的是 那些不成子民的 那些无知的民 也是万国万族万民 是以色列之外的 所以神愿意万人得救 不愿一人沉沦 神的心 神的恩典 不是只给以色列人的 神一开头就是如此 事实上从创世纪一开始 从亚当想到犯罪 神的应许 就开始提到了 有一个赎罪记 一个女人的后裔 亚伯拉罕之约就提到 万民得福 不是只有以色列的百姓蒙福 所以神对万国万族民的心意 从旧约就存在 不是到新约才有的 但是神的心意 愿意拯救万民 不是万民都愿意 用信心来回应 所以犹太人在保罗写的时候 在旧恩中 他们是失落了 是暂时的失落 失落的原因 不是没有人听见 他说 其实都听见了 是不能明白吗 不是 不是理智上不能明白 只是不肯用信心去接受 但是信心接受 包括一个谦卑的来接受 因为他们觉得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我们有割力 我们是特权 我们是神的选民 可只有这一点的傲慢 他在旧恩中失落 他们不愿意谦卑地 接受神所设立 因信称义的道理 想要立自己的义 你知道所有的律法主义 所有强调这个行律法的人 都是以自己的行律法来夸口 穆斯林是如此 犹太人是如此 基督徒圈子当中 也有些律法主义者 他都是以自己做得比别人好 来夸口 我比你爱主 我比你怎么样 都是要立自己的义 而不是用谦卑的 用信心去领受 相信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恩典 以至于他们成为悖逆的百姓 因此最后一段他怎么说 第十一章 他说我且说 神弃绝他的百姓吗 因为外邦人能扶了 神弃绝他的百姓 他断屋没有 当然没有 他说保罗说 我自己是以色列人 是变亚民之派的 你知道变亚民出派出了一个王 扫罗王 保罗原名就是扫罗 保罗跟扫罗 其实是拉丁文跟西伯来语的出别 西伯来人来讲 只有扫罗这个名字 那接近扫罗就是Paul 所以因此他用保罗 这个名字是外邦人用 跟以色列人用的意思 他是扫罗 扫罗王这个名字的后代 他是变亚民人 他说像我是个犹太人 我蒙恩啊 所以神弃绝所有犹太人吗 当然不是 神没有弃绝 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 所以经上怎么论到 这个以色列人呢 他说当时以利亚 先知以利亚 也曾经在神的面前告状 他怎么控告以色列人呢 主啊 他们杀了你的先知 拆了你的祭坛 只剩下我一个 他们还要寻找我的命 他在摩利亚 他在那个 后来我们叫做西安山 摩利亚山 或者是那个西乃山 那个圣山那边 神的回答说 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 意思是说 不是只有你一个 我们在这种环境中 有时候难免会有一点 自怜 觉得只有我一个 剩下都不爱主 是吗 所以 神因着犹太人的悖逆 是不是因此改变 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没有 他只是暂时的 他们在恩典之外 所以 在第十章的最后一节说 神是整天呼召 以色列百姓回转 那如果我们谈到 现实的状况 到今天犹太人当中 有多少人信主 一个percent 百分之一 不是没有 不多 百分之一 但是虽然看起来数字 很渺小 但是在我们以后 我想你们 可能下个礼拜 应该是下个礼拜的经文 就会提到 在十一章的 第二十五节 到二十六节就提到 虽然暂时 好像犹太人当中 信主的很少 福音传到外邦 但是十一章的二十五节 保罗这样说的 弟兄们 我们不愿意你知道 这个奥秘 恐怕里面自以为聪明 就是以色列人中 有几分是硬心的 但等到外邦人树木填满了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还没有到 但有一天 你会看见 当你看见消息 犹太人大批 开始信主的时候 批绷紧一点 主要再来了 还没结婚呢 就别结了 主要再来 那当然了 别这么说了 读博士也别读了 怎么读再来 但也有可能 再过三十年五十年 对不对 所以该结婚 该结婚 该生孩子还是生孩子 拿博士还是去拿吧 总而言之 时候满足的时候 当犹太人大批转向基督的时候 心里有数 主要再来了 所以保罗的应许是 现在他们有几分的硬心 目前有百分之一的基督徒 这是最先人增加的结果 原来大概是千分之一 很有趣的是 你大概不知道 过去二三十年 有百分之一的穆斯林信主 百分之一是多少 一两千万 穆斯林有十六亿 百分之一就是一千六百万 过去二十多年 有一千万到两千万的穆斯林信主 你大概没听过吧 我们也不会有张扬 因为一张扬的话 恐怖分子更国药 你知道吗 哇 倒了他的窝了 这一千万在哪里呢 伊朗就一百万 伊朗人口有八千万 印尼超过一两百万 在北非好几个国家 好几百万 这个一千多万的穆斯林信主 是比以前一千四百年 加起来还多 他们635年开始 伊斯兰教632 莫莫得死的 伊斯兰教帝国开始成立的 伊斯兰教成立 不是632 更早一点点 一千四百年来 有没有穆斯林信结束的 有 非常稀少 这一千四百年 全部加起来 都没有过去二十年多 非常奇妙的事情在发生 百分之一的穆斯林 在过去二十年当中信主 那如果乘以十倍呢 两百年会怎么样 如果照这个速度下去的话 真的连伊斯兰教的根基 都会动摇 你可以想象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的穆斯林信主的话 你说伊斯兰教 这些穆斯林会怎么样 但是我告诉你 这些事情会发生 所以呢 神的应许没有落空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 在最后的这几节 有提到一件事 正如神回答 以利亚的话 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个人 是为神的巴黎屈膝的 不止只有你一个 我说过 有时候我们忠心为主的时候 难免我们有点自怜 只剩我一个 我不知道教会当中 有没有弟兄姐妹 为教会的光景流泪 然后觉得 他们都不爱主 他们都爱世界 我刚刚走韩国回来 韩国给人的印象是什么 我说韩国教会 我不是说韩剧 韩国教会感觉就是 哇 好大 超大型教会都在韩国 全世界最大的十二个教会 十一个在韩国 全世界人数最多的五十个教会 二十三个在韩国 都是大的 有一个教会的教堂 跟你们比起来 简直不能比 三亿美金盖的 你们也在 什么建堂基金 你们多少钱 大概三百万就偷笑了 对不对 他三亿美金盖了一个教堂 最漂亮的 花钱最多的都在韩国 不过韩国最近教会呢 问题一大 问题一大堆 韩国牧师说 哎呦 现在一听说你的职业是牧师 每个人眼光看你都一副 怪怪的 形象大跌 贪污的贪污 婚爱情的婚爱情 韩国教会 危机重重 韩国有没有很好的基督徒 有 他们天天为韩国教会流泪 但是神提醒我们 我们不是唯一的一个 有少数的七千人 七千人 在圣经中 尤其先知识最喜欢用个字 余圣的名 或者余民 英文叫做remnant 在整个圣经中 神拯救的是少数的 remnant 他们是中心的 是爱主的 多数的 是失落的 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 上天堂的路 小的 门是窄的 进去的人是少的 往下去的路 是宽的 人也多 所以我从来不买 销售一千万本的书 我从来不看 那都是给下面人看 上天堂的书 不会卖一千万本 所以你所知道 卖一千万本的书 我都没看过 甚至标竿人生 我没看过 那都是一千万册的 亚比斯的祷告 没看过 但我知道他在讲什么 那都是下去的 当然这种标准不太对吧 不过我告诉你 你别看教会人多 你别看那个 不见得 就是带你上天堂的路 但是也别反过来 你就变成孤方至少 就觉得我是唯一的 我好可怜哦 所以神对以利亚说的是 你是忠心爱主 我挑选你 但是别忘记 以色列还有七千个 像你一样 为神山巴里屈膝的 所以免得我们灰心 免得我们灰心 同时也不要去攀比 为人家教会那么兇猛 为什么人家那么多 为什么我们就这样 耶稣话很清楚 通往天国的路 路是小的 门是窄的 进去的人本来就不多 那是给渔民的 那种人才是真正通往天堂 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理解 所以最后的结束就是 我们谈到犹太人 我们谈到穆斯林 那你要知道 先知以赛亚书说了一句什么话呢 他说在十九章 他说到二三节他提到说 当那日埃及人与叙利亚述人会一同敬拜耶和华 他在预言不是讲当时的埃及人 当时的亚述人是讲以后 当那日 将来的日子 今天的埃及人姓什么叫 伊斯兰教 亚述在哪 亚述就是今天的伊拉克 伊拉克加伊朗 他们伊斯兰教的 你能相信将来的埃及人会拜耶和华吗 你能相信伊朗人跟伊拉克人会拜耶和华吗 可是先知以赛亚说的 当那日会发生的 所以当那个日子发生的时候 我就说了 祝来的日子快近了 然后接下来说 当那日 以色列与埃及亚述三国 于利时地藏的门府 因为我万君之耶和华 要赐福给他们说 埃及我的百姓 亚述我的工作 我守的工作 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 以色列是神的选民 是以色列是神的产业 我们都知道 可是今天的以色列 今天的犹太人是拒绝耶稣做他们的主的 可是将来有一天 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预言的 犹太全家要归主 但是更令人惊讶 尤其在先知以赛亚 公元前七百年 发出这个预言的时候 我想当时所有以色列的人 都会非常惊讶 埃及算什么 亚述算什么 耶和华说 埃及是我的百姓 亚述是我守的工作 他们与以色列一样 一律是地上的门府 换句话说 主再来之前 不但以色列大批人会信主 连穆斯林都会有大批人信主 现在我们看到百分之一 我们等着慢慢瞧 我能够瞧的日子不多了 我的年纪 再看十几二十年 各位年轻的 你还可以看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 你等着瞧 当有大批的穆斯林信主的时候 你差不多就知道 主来的日子尽了 当那日来到之前 犹太人 穆斯林都会归主 愿主的应许 早日直线 我们可以欢迎主的在来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实在是借着你的话语 再次提醒了我们 虽然看来 在这个世界仍然有战争 福音的推广 仍然有许多拦阻 但你的应许必不落空 求主也帮助我们 知道怎么样来看待我们自己 我们是不是真的心里相信 口里也真的不付代价的 不计代价的 愿意认你为我们生命的 唯一的主宰 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 成为你真正的子民 也让我们对福音的工作 不管在犹太人当中 在穆斯林当中 真的对你有这样一个信心 相信你能够 让你的应许应验 不管今天的局势如何 你的话语必不落空 求主帮助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祈祷